灵不宜自由便背负着血海深仇 为了报仇 他狠心地对待自己 将自己弄成了不尽任何人烟味的冷血杀手 可直至他遇到了心爱之人程绍商 他才展露了自己最为真实的一面 可两人的情路也是十分的坎坷 灵不宜好不容易追到了程绍商 与他定下了婚室之后 却没想到在大婚三日前 灵不宜为了抱家人的血海深仇而选择抛下了程绍商 更是四次掉冰血洗了姑父林一家 也正是灵不宜这被仇恨蒙蔽双眼所做出的行为 被皇帝下令捉拿 而对灵不宜疼爱有加的皇帝自是不肯杀了灵不宜 可为了让群臣幸福 只能将灵不宜发配至边疆五年 就这样 如此相爱的两人也就此被迫分开了五年 这五年里程绍商一直待在皇后身边 皇后也因为灵不宜的缘故更加的疼爱他 可就算如此 程绍商依旧忘不了灵不宜 他时刻都在等着灵不宜的归来 剧中两人时隔五年再度重逢 灵不宜一句我好想你这幕让无数人都看哭了 简直太虐了 对此你们希望两人的结局是好还是坏呢 欢迎留言评论